一百年七月三十一號 這兩隻鴨子呢,一隻白一隻黑色 白色比較大,黑色比較小 這三隻小鴨很可愛,毛茸茸的 今天是一百年八月九號早上吃魚 釣一些五鍋魚給牠吃 今天是一百年八月十號下午 這三隻小鴨再過五天,我要放到池塘裡面 五碧池塘給牠在那邊 今天是一百年八月十三,星期六早上 這三隻小鴨在練習抓小魚 抓小五鍋魚 明天禮拜天八月十四早上 這三隻小鴨也放到池塘池塘 今天是一百年八月十四日的上午 星期日的上午,農曆是七月十五 我準備三隻小鴨也放到秀才五碧池塘 今天是八月十四日的早上 這三隻小鴨呢,準備要來野放到五碧池塘 讓牠在那邊稀稀 今天是八月十四日,星期日上 農曆是七月十五 準備要來野放這三隻小鴨鴨 到這個五碧池塘 在這邊稀稀遊玩 這個野野野全大自然之風 我們不能留在家裡 要放在大自然之中 在這個池塘 供給大家來欣賞 要把牠塘捏 這裡 就要把牠子倒進去 就要把牠子倒進去 然後把牠子倒進去 然後把牠子倒進去 掉 你會不會開玩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鴨鴨放在市場,你馬上爬起來 其實老大哥你就不要欺負他 好餓,這放過來了,會困 所以上個禮拜放的這隻黑色的 現在已經長的滿大的 這隻呢,是7月2號放 整隻,兩隻黑了,一隻白 7月2號放,比上到五地池來 這隻翻鴨母,他自己背來的 翻鴨母,這隻是最元老的 老鴨子 五年多了,老鴨,老母鴨 兩隻黑一隻白的,16月份放了 現在已經會飛了 現在換他們來統治這個,五地池塘